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男演员Pak Sojun 因为在7年前的一个采访 而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争议 这个争议也登上了热搜一位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6月27号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Pak Sojun在2014年与一家杂志社的采访内容 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非常多 我在演员之前是一个人 我想成为好爸爸好丈夫 听说你希望太太能不工作照顾家庭 那也不会变得 因为我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也是在妈妈的手中成长 听说小时候会确立一生的价值观 小时候缺少关爱的孩子 长大成人后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像人际关系不圆满 极端一点的话可能会成为犯罪者 我也是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但是最重要的是 孩子身边还是要有妈妈 虽然这可能不是正确的 但对我来说这就是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又富权又落后的价值观 孩子在妈妈的手中成长 为什么是又富权又落后的价值观呢? 大家不都知道妈妈在孩子身边的话 对孩子的成长会很好吗? 缺少关爱的孩子长大成人好像会有一些问题 照这个逻辑的话 孤儿不和睦的家庭不救 我真的受到打击了 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做过 缺少关爱的孩子 引起问题的几率会很大的研究报告 然后比起这个 把单亲家庭 祖父母家庭 当成是缺少关爱家庭的你 才是个问题 我是单亲家庭 我很生气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受到这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 所以说家庭环境很重要 Pax Sergin根本就没有提到单亲家庭 只是说缺少关爱的孩子而已 只是说希望妻子能在家照顾家庭的话 因为是自己的理想型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说的犯罪什么什么的 就很轻帅了 赚很多钱的Pax Sergin说 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这样 关你们什么事情 我也希望我在外面工作 丈夫能在家看孩子 这是需要被骂的事情吗? 对于Pax Sergin的采访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过7年前的采访内容 现在突然有人拿出来引起争议 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下一个消息是 6月26号 TakeEats发表了新曲 Mistap A 而前一阵子因为不平均争议 宣布停止活动的成员痕迹 也出现在MV中宣布了团体回归 JP娜对媒体表示 Henjin在休息期间 有持续参与捐款 志工活动来反省自我 下个月开始会正式加入 Strake Kids的行程 会以更正值承受的心态活动 对于Henjin的回归 目前为止 韩国网路上负面的留言 还是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捐款Cook 志工还可以捐款是吧? 原来是可以用钱来道歉 捐款是从一出道开始 就持续在做的事情不是吗? 用这个来算的人 到底是想怎样? 有真的反省的话 应该会退团吧 她跟受爱者们道歉了 受爱者们也接受了 你们还想怎样? 她是对你们做错了吗? 你们凭什么要她退团? 你们先退出论团吧 反正海外粉丝很多 应该就是想要放弃国内了 不过喜欢就不要看 受爱者们都接受了 还轮到你们房间里的 法官们胡闹吗? 对于Strake Kids Henjin的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WICE也知道的 Seventeen不孙关的黑历史 昨天Seventeen不孙关 在直播的时候 爆料了自己的一个黑历史 TWICE HAVE 算了 我都想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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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好笑了 更尴尬的是 孙冠觉得这件事情只有自己本人记得 孙冠觉得这件事情只有自己本人记得 孙冠不要担心 孙冠不要担心 孙冠 TWICE也有 孙冠 那是個話說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會在一起 你們會在一起 你們會在一起 所以說 我會在一起的 你們都在一起 你們有意見 很難受到 你們不想做的 你們會很難受到 我會在一起 謝謝 然後我們 我會在一起 你們會當時 我會當時的表情 對啊 所以 所以 那是 我們很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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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今天中午在家吃韩国拌饭的时候 不小心磕色 结果从嘴里掉出了一个豆芽到桌子上 我马上就拿起来再放到嘴里了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天脉 6月30号我会开一个新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